谢谢大家在这么不太好的天气 还跑过来听法 然后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对于忧郁症的观察跟超越 那上礼拜我们大概有提到说 你看我们在人生里头 有身体的病 有心理的病 那我们上礼拜主要在谈就是 面对到身体的病的时候 心里头应该怎么样去安顿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 不平衡的心理 所谓的忧郁症的现象 那其实我们上礼拜也大概可以这样了解到 面对身体的状况 你的心如果没有办法 做恰当的对待的时候 身体的病不只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会变成心理的病 我们这边有没有人有过忧郁症的经验的 来那你说说看你什么样的状况产生 愿意吗 就是莫名的就会觉得很悲心里很悲 他就会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去看医生吃药就整个瘫在那边快 他好像死掉那些 对 很不舒服 对 好 那你呢 我是觉得有时候 控制不了自己的 这些生与心我是觉得分开的 嗯嗯嗯 那也是有这种现象出现 嗯 好那你们有没有去探讨这个原因呢 有 嗯 那你说说看你的了解是怎么样 对自己这种病症的这种观察 嗯 就是长期以来 嗯 就是自己对事情的希望很大 嗯嗯嗯嗯 然后可能就一直达不到自己的希望 嗯嗯嗯 那渐渐渐渐渐就是了解到 原来是不能抱这么大希望 就是自己给自己造成这样子 嗯嗯嗯 那后来也刚好 很好机缘 接触到佛法 嗯嗯 就都因为认识 嗯嗯 然后知道自己如何去 面对这些事情 嗯嗯 不是靠别人来告诉你 嗯嗯嗯 不是让别人来让你得到 嗯嗯 那你才认为是满足 嗯嗯嗯嗯嗯 那就是 我至少已经十几年了 哦哦 但是还是需要靠一点药物了 嗯嗯 那已经是可以捡到最低的量 嗯嗯嗯嗯 好那你呢 你后来你超越了吗 还会再发生吗 哦 像现在就又会 想到就会这个样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到底是 因为事情 他的发生 哎 不一定会有他的原因啊 好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他大概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你这么容易忧伤呢 医生是跟我说 医生就问我 为什么 我是怎样 哦 你跟他说 父母走了 哦 对嘛 所以这就是 是 是两个同时走吗 一个 从一年 一个年头 一个年晚 已经好几年了 我还是这样 嗯嗯 那你会 你心里头会想要超越 这样的心理状态吗 还是你现在都觉得跟他 就是想到 呃 爸爸妈妈往生了 然后现在心里头 这种忧伤 你觉得也无妨 还是你会想要去超越他呢 我想要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还是 虽然我已经学佛了 嗯 法师也跟我讲说 你朋友一定要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学佛 他们就 就是 呃 我不太会讲 嗯 但是我还是想要知道他们在哪里 好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就会一直带着这个忧伤吗 你愿意这个样子吗 但是法师讲的我会接受 嗯 不晓得像我刚刚我就这样子了 嗯嗯嗯 好 那我们来 来看 比如说像刚刚两位同学 这里头已经点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它就是一种苦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那种苦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 它来自于哪里 我们 啊 内心对不对 什么样的内心 就是 啊 对 对 那为什么会产生不安稳跟不平静的内心 向外攀缘 那攀缘得不到满足 对不对 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满足 对 但是得不到那个满足的时候 我们的心怎么样 不想接受 在抗拒那个境界 所以它就会变成心理上面的那个苦 变成心灵上面的痛苦 那你对这个痛苦呢 没有很自觉 好 那又有加上说 比如说 啊 本来只是爸爸妈妈 顽顾的问题 那可能再加上说 你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接受了 那可能 先生又脾气又不好 第二件事情 又再加上去 那你又抗拒他 小孩子呢 又常常不听话 第三件事情都加起来 那你等于说 你不断地累积这种 你不想要去接受的这些 这些生命的 注意听哦 你不去接受在生命当中发生的具体的事实 就等于说 我们的心呢 不想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生命事项 啊 所以怎么样 那你就抗拒他 抗拒他 然后呢 他就一直累积 他就一直累积 然后你对他的抗拒 本身已经带来心里头的不舒服跟苦感 那不自觉的心里头又怎么样 对这样的一种痛苦跟烦恼 又会怎么样呢 他其实又在抗拒 然后他就变成你一种特殊的一种反应模式 碰到就变成怎么样呢 这件事情没有解决 心里头的这种忧伤 然后这种抗拒 他常常会带来一个不愉快的 甚至一种暴躁的 有人是属于称心型的这种忧郁症 像有的是属于忧伤型的忧郁症 有的是属于因恐惧而来的 各类型 那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不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不断地用他的脑袋 这种发生的事实就是实相 比如说你看 叶子掉下来 它就掉下来 你要想办法让它粘回去吗 你要它不掉下来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事情的发生就这么简单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心灵不想彻底的去接受它 不想完全地去接受它 所以就产生那种抗拒 那在这种抗拒当中 你看心会缩缩 然后心会被束缩住的感觉 然后我们又不断地会怎么样 不自觉地会投射能量 对抗这种 对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会怎么样呢 心就会像一个 破气 破气坑 能量就会这样 一点一滴流失 那注意看 那你能量在流失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好 那天下就都没事情了 有没有 你一边在能量呢 不自觉地在自己 在做这种散耗跟流失 但是生活的境界 它一样每天迎面而来 那你已经在一个比较 我们说比较一个 散耗的这种状况了 那所以如果又碰到 你不喜欢的那个境界 你看你就容易比一般人 容易怎么样 那个痛苦感会比一般人强 那甚至呢 比如说如果超过 那个某一个临界点 可能就又会崩溃 其实这样看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痛苦烦恼 它会就像佛陀讲的 那个样子 都会包含在四圣地里面 苦 苦极 所以我们要从苦极里面 去找到苦昧之道 那我们举那个 原本佛陀时代的 那个故事 这样看 有一回呢 有一个比丘 他就生病了 然后病得快死掉了 那他在生病的时候呢 就也变在那边抱怨 我发病得这么辛苦 都没人来给他看 那 后来呢 那佛陀知道了 佛陀就来看 就来过来跟他探问 然后佛陀就跟他讲 比如说像生病 身体的病呢 就来自于这个四大的不调 比如我们身苦难不送过 地水火风不调 身体就生病了 那如果说 没有这个身体的时候呢 你看就不会有这种 身体的病苦的这种现象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只要有这种生命现象的存在 他就一定会带来这种 身心的这种变化 跟可能的败坏 他本身就会是一种苦 所以在佛法里头 苦圣地 生命本身的这种逼迫性 生的苦 老 你看像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老的苦 然后生病的时候 病的苦 然后死亡的时候呢 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 所以内在里头那种近距跟不安 比如像刚才同学想说 那我爸爸妈妈不知道到哪里去来 对于一个未知 我们想要说用我们的观念 然后我们的一些思想 然后也想去理解这个 很难去穷救的奥秘 那当我们心里头 找不到那个答案的时候 你看他又会在一种恐惧焦虑当中 没有办法释怀 比如说死亡的苦 亲人是这个样子 民终者往往也是这个样子 那再来 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后面这三种苦 其实它是最重要的 愿正会 你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事情 不喜欢的境界 比如刚刚有没有 愿正会 不合一的境界 其实不合一的境界 就只是不合一的境界 不合一你可以保持一种平等的舍心 有没有 他一样这样过去 比如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喜欢看到 叶子变黄 那叶子变黄了 它就变黄了 我们如此之它变黄了 所以不会因为叶子变黄了 而带来心灵上面的苦难 但是呢 就像你刚讲的 但是我们会想要攀缘 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意志 去阻挡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能量 就在那个境界当中 不断地在透支 但是呢 对实际上在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帮助 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愿正会的时候 比如说 爸爸妈妈死了 那心里头呢 你看我们从来 从来 从来就没有想要去接受说 人间死里头 的一种苦的现象 爱别离 所爱的人 有没有 所爱的东西 所喜欢的境界 必然会变坏 必然会逝去 但是我们心里头呢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准备 但是呢 不会因为你没有准备 所以这种愿正会 或者爱别离的事情 它就不会发生 但是它发生了 有没有 但是我们对它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一样的模式 就好像在抗拒落叶掉落一样 我们抗拒它 所以就怎么样呢 心里头就会有那样的一种忧愁 那种苦难 那常常 特别是这样 像这种的 好像这位同学这个样 那属于那种 我们说那个自亲 顽固的那种 亲人顽固的那种 症候群 其实我以前也这样 我以前也这样 那时候我三十 三十一岁 到三十二岁 我忘记了 然后刚到德国去 去德国不到两个星期 我打电话跟我妈妈讲说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因为我妈妈一辈子很辛苦 那我希望说 我刚才我顶多五年 我就要拿一个博士回来 我希望她能够高兴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那再过不到两个星期 我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 你妈妈死了 那怎么办呢 你在那个 在那个德国的 Trier的时候 你会感觉那个地动天权 这个样子 不然在电话亭打 你会觉得那个电话亭 整个在地震这样 那根本就没办法 其实就没办法 那所以你就怎么样 那个就 那个奔上回来 赶快订机票 然后就跑回来 那个 那个卓隆德的心 从来没有去 想要去接受这件事情 他也不知道 那时候也都没有学这些东西 那所以一路就带着那种 忧伤悔恨 然后痛苦的心 然后憔悴的心 然后又从德国跑到 跑回台湾这个样子 那就记得那个 回到家里头的 第一件事情是 我嫂嫂就跑出来 叫我跪下 跪在路边这样 哭着爬进来 这个样子 那真的就是这样 你不用叫他哭 也会自己哭 他就这样 好 那在那样的过程当中 你几乎就是心里头 就像你可能感觉到的 你会觉得身心都没有力气 然后很灰暗 然后纵使呢 处理伤势处理完了 你跪下就好像贪断了 那真的是叫世界末日 你整个身心呢 你都会觉得被搜索 被绑住 整个都摸着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天呢 都没有力气 你也不想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心情不好 就是心情不好 而且那就是忧伤 那种亲人顽固 然后我们不知道要去 怎么样去处理 跟超越的那种 症候群 一般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其实你看得出 那是什么呢 分析到最后还是非常简单 对于发生的事情 自己自亲自爱的亲人的 这种顽固 我们心里头 因为从来就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纵使它发生了 你也 你的脑袋里头 脑袋里头就要得生成事 所以好像就能够去 好像脑袋接受 但是事实上你的心 没有真正接受它 所以它那种忧伤 那种抗拒 因缘与抗拒 而形成那个忧伤 生命能 它好像这一头 破一个洞 然后你那个很灰暗 身上就是像随时 背着十斤百斤重的 那种感觉 但是分析到最后 你就发现 它就只是这个样子 对于亲爱的人 的那种顽固 然后你看 爱别离 你的心呢 没有自觉心的 想要去接受 那另外一个 你看在佛陀在讲 后面这一个苦 叫做守求不得 我们要求 别人怎么样对待 然后要求好的境界 要求人家对我们好一点 要求某些东西 你看你守求不得 那守求不得的时候怎么样呢 其实守求不得 就只是守求不得 那你如果能够了解 我们说第一次有一个 说 世间世好像就 不如意 十长八九 那其实这就在提醒说 人间世里头 常常就不是为了 让你如意而存在的 但是你看我们的心里头 是不会想要这么轻易的 接受已经发生的实相 所以当守求不得的时候 你看它就会带来 生命里头的那种苦恶 那种苦感 好那看 那你看在我们的人间世的 过程当中 每天眼睛睁开 我们可能要面对我们身体的 四大的调整的问题 然后要面对小孩子的问题 年轻人要面对工作的问题 然后要面对伴侣的 相处的问题 然后还要可能面对自己的 理想的追求的问题 所以随时你都会有一个 状态产生 事实上我们的心 跟一直发生在当下的 整个的生活实况 你会发现一件秘密 它都有一个对立 它有一个gap 它有一个落差 要有一个落差 那里面就有三千年的坚定 比如说平常是在做工作 老板他如果他情绪不好的时候 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一直要我们怎么样子 你看我们的心 在这个时候 一方面可能假设说 纵使我很愿意去满足 这个时候老板的这种要求 但是我的体能 我的心力可能不够支付 那在这个时候 我如果没有办法 很自觉性的去把这个压力 本身做适当的一种释放的时候 它会累积在我的身心的当下 我会挤挤 有没有 然后眉头可能做得更紧 然后工作呢 其实效率不会更高 反而会情绪更差 然后带着这种更差的情绪工作 那就会怎么样呢 又有很多的不愉快在发生 然后这个不愉快的能量呢 他在心里头这边运叙 那回家的时候还是不高兴 它变成这个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们在人间世里头 其实随时都在面对这种境界 面对苦的境界 身心上 身体上的不调和 然后呢 面对境界的时候 种种怨政会 爱别离 所求不得 那如果 我们没有很自觉的 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 去看到 然后去做一种释放 跟恰当的对待的时候 他这些苦就会怎么样 苦疾 有没有 佛陀说的苦 苦疾 那累积累积 累积到一定的状态的时候 超过 比如说超过这个个体 他本身 对于所谓的 用现代医学来讲 那种压力的承受的 临界点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有忧郁症的现象出现了 比如说他可能会失眠 有没有 然后开始会比较烦躁不安 然后呢 容易烦恼 有没有 然后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然后慢慢呢 这些东西他又 这个症状 初期的症状 他本身已经变成 暗阻的这种压力了 但又没有办法处理 他生活上面继续在乱 有没有 所以等说压力会再加上压力 他就会崩上那个临界点 然后就会 症状就会跑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种现象 那所以佛陀这样讲 你看 我们活着的时候 生命里头 面对这些现象 生老病死 怨症会爱别离 所求不得 这是世间 他就一直在发生的 这是生命里头的实相 那这些生命 对这些生命当中的实相 你看 如果我们的心 去抗拒他的时候 你看 苦就会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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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可怕的是怎么样呢 事情的发生 它不是只有一条线 它不是单一的事情在发生 但随时面对是 全面的生活境界 那所以他当你的心气 就是你心灵的能量 不够 我们说不够强壮 然后又一直在漏气 一直在能量 在漏掉的时候 那又没有自觉 所以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 刚一直讲 你看你就容易 生起不愉悦的情绪 你会对抗它 然后让自己更不高兴 然后当你心里头 不高兴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样呢 心又会对这个不高兴 更不高兴 这什么呢 你看这有看到一个 很深的东西了 这个叫做习气 这个就是一种 我们从来没有经过 特殊的智慧 去反省 它所形成的习气 这跟什么有关系 这跟我们 在人间式的过程当中 适应这个人间的学习的过程 被教化出来的一种防卫机制 有关系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看 我们都有小孩子 看到小孩子在纪念 有没有 有些小孩子 他如果碰到 比如说我们说 脾气较买的孩子 你稍微不高兴 是东西 他就会这样 然后就鸡鸡这样 那他透过 事实上是他的 成长的过程当中 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所以他会继续用这种 表现愤怒 表现抗拒的方式 来怎么样 来确立自己的 这种存在价值 跟要去确立自己 怎么样 达到他的目的 他用什么方式呢 表达强烈的抗拒 有没有 这是一种 那有的是怎么样呢 有的小孩子是 他碰到 比如说 爸爸妈妈 常常吵架 有没有 我们说原生家庭里头的 这种现象 那他怎么样呢 他会很闪躲的 他反而他怎么样 他就会让他碰到 境界的时候呢 更不敢去表达他自己 那他会采取怎么样呢 压抑他自己 压抑压抑 你看所以这里有两种 对一个小孩子来讲 要强烈的表达 他也是不自觉的 他呢 瘦瘦下来 心灵受伤 他也是不自觉的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没有那种 自主性的心灵力量 所以这时候看到什么呢 他是在 我们都是在一个原生家庭 本来的家庭 就原生家庭 有没有 在原生家庭的 抚育的过程当中 不自觉的形成 我们对于境界的 特殊的反应机制 而那个反应机制呢 在心理学上面 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心理的防卫机转 防卫 自我防卫的机转 那什么意思呢 小孩子呢 因为他没有自存的能力 他没得过自己来 就用卧力 那他都要靠爸爸妈妈 比如说我举个 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小时候呢 到现在我记忆还很深 有一回呢 我妈妈大概心情不好 那我那个 那时候不知道几岁 可能三四岁吧 不过到整成功 我们外面很大嘛 泥土 那都是那个 一般的那叫什么 都是直接泥土 那搞得身体很脏 那我妈妈在 帮我洗澡的时候呢 我印象还很深 黄色的灯泡 一个大屏堂 你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你都透光光 所以本来是 很自在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妈妈很凶 你在那边 幼幼酸泥的时候 那他闭一闭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可能说 你如果说这样 我会把你弄出去 那时候在那个 我现在记得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 那个小小的 那个冲的心理 他马上呈起了什么呢 外面是一片黑暗 外面 整个月都暗的 然后呢 我的心 我就就缩住了 就点了 都不敢上当 就让他洗 这个样子 好 那你看 你们自己去观察 自己的这种 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面对那些 不自主的 对于生命的一种 攻击性的那种压力的时候 每个人的反应形态不一样 好 那你看 那他就是一种 一种面对那个压力 有没有 他受到惊吓 然后他用那种方式 有没有 他保护住他自己 但是有的 有的小孩子 可能不是这样 他把你 靠个大身 有没有 那有的可能 就像那个时候的 那样他就受伤了 然后如果有小女生 他可能就伤痛得更深 他又更压抑住 那他为什么 用那样的方式 在表现呢 怎么样 他要 为什么 他要保护他自己 这个叫做防卫机转 所以有的 你看像 我们说刚刚讲说 你看那个 如果兄弟姐妹之间 有的小孩子 他会怎么样呢 他表现出特别强硬 这样一天 穿到更多东西 那他穿到更多东西 一个是怎么 他每次常常都会哭 因为他抢不到东西 那如果当他 抢不到东西的时候 哭的时候 又遭受到压力 有没有 你看他对他的心里头 有没有 那会有一而再 再而三的那个折措 这个叫做防卫机转 就等于说 我们在面对 人生的境界的时候 从小 在那种原生家庭里头 不自觉的 会磨溯出 我们在适应 这个生存 所需要的一套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 你如果没有去 反省他的时候 你没有自己 他怎么样呢 他会一直 如影随形 到你最后一口气 所以你看像 比如说 上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说 你看像有的病人 他到他生病的时候 他还是 他就是会表现出 他那种很抗拒的 那种习气 有没有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 那样的生命状态 跟他童年 跟他甚至 跟他幼年的 家庭经历 一定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等于说 他那种特殊的习气反应 那就是他的特殊的防卫机转 那所以从这一桶 我们再点出什么呢 有的人 在面对人生的 不可疑的这种境界的时候 比如说他 比如说他从小的时候 面对这些状况 父母亲的教养比较好 有没有 所以他的所谓的 我们说情绪管理上面 他被安排的比较好 所以他形成 他那种防卫机制 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比较宽容的 那他碰到这些人间事里头的 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像说那种 自我防卫机转 很强硬的那种人 受的那个撞击那么大 他可以很释怀的处理 或是他可以很理性的去处理 不会很抗拒 那你看那这两种人 他形成的 他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看 那这在变成说 那一个是情绪管理 比较好的人 一个是情绪管理 常常会不好的人 他们筹组了婚姻 有没有 那在同样碰到说 在跟配偶之间的 那个冲突的时候 有没有 原本常常采取 对于境界 用一种抗拒的 歇斯底里的方式 在反应的那个人 他如果没有自觉的时候 他跟他配偶之间的冲突 他可能继续就是用这种方式 这在心理学上面 已经都常常是这个样 原生家庭的那个模式 就又印上去了 在那个当下里头表现出来的 就像像他爸爸 或者像他妈妈 或者像他那个 在消化原生家庭的过程当中 采取那种压抑 或者那种狂乱 你看 你看 生命的一种 面对这个怨政会 爱别离 所求不得 那他常常会反映出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非常不自觉的 磨碎出来的那种防卫机制 那结果呢 我们的命运 命运被这个防卫机制在决定 比如你看 你的情绪管理不好 对不对 那跟老公相处 跟老婆相处 你看稍微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常常怎么样 会小事变大事 有没有 大事变到不可开交 然后就会变成累积 变成两个人之间相处的 很多的那个阴影跟伤痛 有没有 那到最后呢 可能就变成 各自没有办法消化 各自的那个痛苦 有没有 有的时候 不然脆脆的 有没有 我再找白的 但是有没有用呢 没有用 有没有用 对于那个造成 你没有办法跟这个 跟人在一起的原因 不是那个人的问题 其实不是 是你自己内在的 那个防卫机制 事实上是这样 好 那从这里看到什么呢 所以我们说 如果说 现在再回来 我们把所谓的 忧郁的现象 其实用一种 最中性的角度来处理 它是什么呢 就像刚刚讲 有没有 它是一种碰到一些 不想去 碰到一些事情 你不想接受的时候 然后它不断的累积成 一种心灵上面的 一种压力 然后继续 对这样的一种 不合你的意的 这样的一种压力 其实它会继续产生抗拒 然后抗拒到最后 我们变得 开始没有办法处理了 情绪变成 其实不止情绪 情绪没有办法处理 甚至 你自己对自己的 身心状态 那个自主性 它就会一直降低 它就会这个样子 好 那所以这里 要看到什么呢 看到说 面对这种 不可意境的这种 非常高度的 这种情绪反应 这一路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一路是从 心理学上面 我们要去看到它 是不是跟我们 原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原生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 魔术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 习气的现象 那个防卫机转 爱带来的 它可能变得很复杂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那样的一种习气反应 它会怎么样呢 你这边再讲清楚一点 碰到事情 你用那种反应方式 那常常又会怎么样呢 你会更容易碰到那种事情 就是让你更不愉快 你不愉快的反应 你会常常去经历 那个不愉快 而你会用那种反应方式 它好像会变成怎么样呢 那种不愉快的反应方式 会变成像你 这一个防卫机转 其实会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人 他是你另外一个人 你会像被附身一样 有没有感觉 那刚才那种境界 是你发现一个事情 你变不是你 有没有 你造狂 你都哭 有没有 你歇斯底里 有没有 你变得不是你 甚至更严重的 有没有 他就会想要自残 有的会是 他就会自杀 他就 你会发现 他完全 我们说失控 然后 进入一个不平常的状态 今天是什么呢 那真的不是你 那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习气之身 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名词 叫做习气的幻影 你的习气的幻影 那这个在佛法里头 在威士论里头 有 那叫什么 叫做习气 水眠 就是水眠 众叔说你在睡 他也在 但是刚才那种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 他就会像什么 像那个海怪一样 从海底升起 他会这样 有的是 比如说他升起 比如说很悲的 有没有 然后有的是很 会变 有的会有的是 很沮丧的 有的是那种很脏狂的 有没有 然后有的是那个 很恐惧的 比如说很战斗的 都有各类型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看到没有 那就是你原本的 这个行为反应模式 我们说这个防卫气转 你这个特殊的这种习气呢 你没有自觉到他 然后呢 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怎么样 给他食物吃 下面这给他食物吃呢 刚才有事 你就会用这种 无色的欢迎 所以那你看你好像 就给他东西吃一样 就我们肚子饿了 你就给他东西吃 肚子饿你给他东西吃 所以呢 这个来自于原生家庭 然后你不自觉 磨碎出来的这种防卫气转呢 其实他会 对我们的人生处境呢 造成非常关键性的这种影响 我们说这种习气的幻影 比如看你看 碰到那样的境界 你看 比如说你刚看的 不自主的他又这个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 我现在这样 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 那就是那个习气 那个习惯性的反应的那个模式 表面上面 有没有 其实他无形无相 但是他当他 你看碰到境界 他就好像从水面上 从海底升起来的那个水罐 马上怎么样 抓住了你的心 你的心在这个时候呢 会变得非常没有力 你跟他被附身一样 好不好 这样看到吗 所以有些人 比如说我们举个一个 很难过的那个例子 前一阵子 因为那个例子是很典型 报纸上面有看 有没有 原本一对同居的夫妇 有没有 他们只有吵架而已 他是不是在吃蜜 对吧 面摊的老板 有没有 然后两个在吵架而已 然后他那个妇人就说 没理好 你把小孩浸泳说 这样而已 因为吵得很厉害 有没有 你看那个人就把小孩 丢进那个热水里面去了 你看他后来他很痛苦 他很后悔 他根本不要这个样子 他不是要这个样子的 有没有 甚至在法庭的时候 他甚至帮他那个女朋友讲 或说没有 他没有讲这句话 有没有 是我自己这样做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 他也没有在恨他女朋友 他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 但是你看 看到这件事情吗 他浸下去 那个是一个人 对后悔是另外一个人 你看他不一样的人 看到没有 那为什么当时候会那个样子呢 那么强烈的那个反应呢 看到没有 那事实上是这样 如果当时候他有拿刀 有没有 可能也是 你后来你把他吐下去 他就把他吐下去了 这个意思 你看 他那时候就被附身了 不是鬼附身 看到没有 那是他原本的 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 对于这种 没有经过他的自觉 去消化的这个习气反应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像鬼魅一样 他把他掌握住了 然后控制了他整个的行音 能够一脊 然后推动出去 所以变成那个看起来 完全跟他不一样的人的那种行为 你看 那个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看 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病人了 而且老早就是一个病人了 有没有 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 我们再推回来 所以 我们如果了解说 我们大多数的人 有没有在 因为我们不是活在那个 非常智慧非常高的 天人的境界里面 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爸爸妈妈都是受伤的心灵 两个受伤的心灵 仇主的家庭 有没有 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伤痛 那很多的伤痛底下 又要面对整个生存环境的 种种的挑战 有没有 所以那每个人内在里头 都有很多的那个 我们说那个生命的压力 跟那个疮痛 那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就怎么样呢 没有自觉性的消化 他就会把这种 创伤所带来的那个压力 有没有 然后他就会怎么样 像辐射一样 他就会辐射出去了 有时候你看 我说像反正他们谈这个事情 用我的经验 我觉得也是蛮典型的 因为我父母亲 他们是那种 就是被 没受之言 然后那种传统 老时候的那种家庭 然后生活 又要养八个小孩子 然后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两个人之间的 那个沟通又问题很多 那常常怎么样呢 我就会看到说 我妈妈一张那个 我们说什么 黑千黑千的脸 你叫什么 黑乎乎 你说那个比较不愉快的 然后有他带着某种愤恨 就是那种 那种神情 那我从小就怕这种脸 所以碰到这种脸的时候 我会完全 没有招架之力 所以以前 常常我妈如果这个样子 那怎么样呢 就尽量不要在家里 尽量不要看到他那个样子 所以就算了 这就是我采取的逃离的策略 就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 我妈妈不是故意的 她不是故意装着一张痛苦的脸 让我们这些小孩子 受惊受怕受苦 但是呢 她不知道 但是呢 小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呢 情绪就会受到 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家里头 除了我弟弟 他是国中 那个小学毕业的那一年 就死掉之外 其他七个小孩子 每一个人的情绪 都非常不好 在那种原生家庭的那种 那种浸润 那种痛苦的情绪的辐射底下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究说 所以怎么样看呢 我们不应该 不应该在这个人间事里头 去要求别人 他是一个完全心灵健康的人 知道吗 如果你这样去看待对方的时候 不只是会对 没有办法理解对方 而且会对对方很多的压力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造成很不好的那种对抗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每一个人都在一种 等说 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你说像除了像佛陀 有没有 或者那些阿罗汉 因为他们内在里头 都完全没有贪真吃了嘛 所以他本身不会发射出那种 有毒的情绪的辐射 所以小孩在他的旁边 是安穩的快乐的 那都不是啊 我们的爸爸妈妈 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自己 有没有 你看我们随时都承担 人间事里头很多的压力 不管是你的先生 或者你的小孩 或者你自己 然后甚至要怎么样呢 承担彼此的互动当中 有没有 那种不了解 然后想要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的压力 那个也是压力哦 所以你看那里头都有怎么样 很多的那个苦 很多的那个 你没有办法消化的苦 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怎么样呢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就都会带着这种 心灵上面的这种压力 活着 所以都怎么样呢 我们说 人呆看命就知道 人不快乐也看命就知道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不必 那个去对于对方 去 常常我们说 不自觉想要求 对方要像 那个有智慧的人一样 有没有 情绪管理很好的人一样 然后或者说解脱者一样 有没有 不需要做这样的要求 那当你有这样的了解的时候 你反而怎么样 你反而容易从 对方的那种 痛苦的现象上面 看到那个苦 佛陀有一句话 有没有 苦能软尖 常常去见苦 看到生命的苦难 是干什么 让我们原本很坚硬的 有没有 那关心 它会流软软 但这个要从哪里来呢 你要看自己 你要看自己 看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是那么 怎么讲 有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有待学习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叫做无名 它不是 它不是像基督教里头讲的罪 那个不是罪 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 对自己的深口意的行为 是有那么多的 还不完美的 不完满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怎么样 自己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颠颠簿簿 然后像无头苍蝇一样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撞来撞去 撞来撞去 有没有 那你的伴侣也一样 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你的小孩子 也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所以你看到这种生命 因缘与无名 这个就是无名 就是无知 有没有 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待 佛法里头的那个苦地 不知道怎么样去恰当的 去消融愿证会的境界 不知道怎么恰当的 去消融爱别里的境界 不知道怎么恰当的 去消融所求不得的境界 所以形成内在里头 有很多的心灵上面的 包袱跟重量 那种苦感 所以看到生命里头 有没有 你看这就要内观 我们常常看到自己 生命里头的这种不自主 这种恐惧 甚至这种依赖 然后这种不自觉的 这种投射 有没有 你就看到这个生命里头的这种 因缘与无名而来的苦难 有没有 那在这种苦难当中 你看我们会很紧张 有没有 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 我们会在这里又做很多的投射 又会去投射很多的依赖 有没有 一变成这种恶心循环 有没有 那所以呢 你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就变成怎么样了 第一个 你至少就怎么样 自觉性的 就大概不会对你的伴侣 对你的小孩子 对爸爸妈妈 有没有 有那么多的不恰当的期待跟求所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在哪里呢 你就懂得 会自觉性的 要怎么样 就不再是去抗拒自己了 看到说 这就是一个生命 在这种完全不自主的情况底下 随着各种生命的境遇在学习 所磨受出来的 有没有 一种 我们说那种习气的幻影 控制住了我们的心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头更自觉 有没有 你就能够 透过这样的一种生命苦难的经验 我们现在要讲了 对不对 经到这个最核心的要点 看到怎么样超越这个苦难的 觉悟的要点 比如说你看 我终于看到说 我在感情上面的依赖 比如说 按赖看到自己内在里头的 这种不自主 所以呢 不自觉的就会对对方呢 产生很多的要求 那比如说 女士比较容易这个样子 那男的呢 我看到我自己的没有耐性 然后碰到这种 不可以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 我常常会小事变大事 然后这跟我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这种不如意的累积 而形成的那个反应的习气 然后在那个习气形成的过程当中 又不断的得到胃养 有没有 你就看到这么清楚 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 以后当碰到这样的事情 在发生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看你会很清楚 然后很清楚之后怎么样呢 不是去抗拒这种习气 因为 你们发现这没感到吗 因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 那就是你的一部分 生命里头的一部分 所以你要怎么样呢 带着慈悲 完全接受的心 知道说我生命里头 有这一层习气的幻影之身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你如果不是很自觉性的 接受自己是这个样子 你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怎么样 自己是罪人 没关系 别人就是生人 这样你就会死得很惨 你会一直在制造苦难 你知道吗 那事实上我们从生命的过程来看里头 会知道说没有罪人 也没有圣人 都是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 不断的经由这种 我们说六根促进 不断的在学习 那只是一般人不知道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这个幻影之身 习气的幻影之身 出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常常会怎么样 你好像整个阿玛军 去用雷煮 你就被吊上去了 就被那个吊死鬼一样 你完全没有自主性 所以很多人很奇怪 他怎么变这样 现在他看起来像圣人 有没有 然后待会看起来像那个 谢氏底里的强盗 有没有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这样来 把这件事情看清楚 它会让我们怎么样呢 苦能软尖 有没有 你就看到说 生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缘与不自觉 所形成的这种业力条件 造成这种像附魔一样的 习气的幻影之身 随时会控制人的心灵 让那个人当下变得非常 完全失去他的理性 跟他的那种正常的心灵状态 他完全变成是一个受苦的灵魂 他就变成在地下 还是在五几次 他就变成这样 或者在恶鬼界 我们透过自己的生命经验 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那你会发现一点 当你能够把这个东西 看清楚的时候 你就看清楚你爸爸了 你也会看清楚你妈妈 你也会看清楚你的先生 你也会看清楚你的小孩 在这部分上面的这种特性 所以你会怎么样呢 就像我们那个法师的名字一样 你就会去宽容 你就会去宽容 宽容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要对自己的生命 在这种挫败黑暗当中摸索学习 有没有 我们造成了对自己很多的伤害 对别人的很多的伤害 有没有 透过这种深层的理解 你要怎么样 能够做一种自觉性的这种释放 对自己慈悲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怎么样 你就会对其他的人 你的眷属 甚至你公司的伙伴 有没有 你就常常会看到说 这个时候他不是他 有没有 他是完全进一种无能的状态 你会了解 同情性的了解 而不会怎么样 不会谴责 而能够慈悲以待 那这样呢 基本上就能够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从小所形成的防卫基转 所带来的苦难 我们学到什么 看到苦的真理 看到苦地 也看到极地 然后呢 也已经某种程度看到灭地 什么意思 如果对于境界 没有办法自觉性的去接受 而往往采取一种抗拒的 一种态度的时候 那就带来什么 那就带来一种 跟实相的一种分裂 那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生命的分裂 看到没有 那就是一种自我的分裂 有没有 那就是自我跟自我在对抗 有没有 那就是自我在憎恨自我 就是你不要接受你自己 所以你看 那就在受苦了 有没有 你看那叫做苦极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苦地苦的极地 然后呢 所以知道说 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这些生命经验 有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 只能够怎么样呢 很自觉性的跟他共存 去接受他 有没有 这样 这是第一个层次 这是属于心理学而来的 超越这种忧伤的心灵 有没有 等说破碎的心灵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自觉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谈佛法的修学层次 谢谢 好 那我们那个准备开始上课 刚刚我们提到 任何的生命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 有一大半的 事实上不止一大半 绝大多数的人的 人生 他都是在一种 不自主的状况 被他的境界在决定的 事实上这样 所以常常呢 大多数的时候呢 其实 他很难对自己的生命做主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你看从出生 有没有 被挤出来的痛苦 然后到要死的时候 面对死亡 有没有 他还是痛苦 大多数的人的人生 就是这个样子 那要能够说 在这种 从一种不自觉的 无名的生命状态 走到说 变成对自己的生命品质 我们说对自己的 包括等说 对自己的命运 都能够达到一种 自觉 自明 自了的这种程度 只有很少数的人 比率上面 那今天我们 在讲的这个就是 要成为对于自己的生命 做真正自己生命 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第一步 这也真的是 个人的这种 生命里头的 追心之痛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受很多的苦 你看到说 那个习记的幻影之身 他随时就像一个 可能的一个 那个 附身之魔一样 你遇到境界 你观众没头控制 他整个就给你打来 他整个就照住你 那你如果是自己 一个人的时候 还好 有没有 你顶多就是自己 一个人 但是其实常常 是这样 你如果是自己 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习记的幻影之魔 他往往作用力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自己 一个人 有没有 那那个苦都是 你自己在销售的 所以他不会 不会很强烈 但是你旁边 如果你们母 还是你们老公 还是你们儿子 还是你们老婆 他就会像小孩子一样 你就卖菜要用看 你知道吗 你就是会抓狂给人家看 你想要藉由 那个抓狂 被那个习记的幻影之声 控制住之后 你会怎么样 你会纵容自己 然后让他怎么样 爆发出去 那其实是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求救 但是呢 你不知道 你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 可能就像说 你看他那个人 把那个小孩子 禁下去 他是在求救 但是他变成怎么样 是在伤害 所以是很可怜的 那这是很极端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 那我们看自己的生命 看周边的人 有没有 你就看到说 绝大多数的人的人生 就在这一个习记的 幻影之声的控制底下呢 走会到最后 咽下最后一个呼吸 所以自觉性的 有没有 非常对于自己的 这种习记反应 带着这种高度的自觉 是生命的 迈向成熟的第一步 但是这个呢 还是在一个 有违法的程度 这种疗法 是属于心理学的疗法 但是它是需要的 一定需要 那当然比如说 你如果是已经是一个 觉悟或者开悟的人 对于当下的这种 习记的升级 这种反应模式的升级 你看到它 你就容易断它 但是这毕竟是已经要 比较正量 比较高的 这样的修行状态 等于说 它对于实相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已经怎么样 完全了悟 所以呢 它对于生命境界呢 已经彻底到说 它完全知觉到说 我对于生命呢 都不会再有 任何抗拒的现象 因为所有发生的现象 就是生命现象 所以当我在 抗拒生命现象的时候 就等于在抗拒生命 其实这是开悟的人 所以它怎么样 它根本就不会 想要再去抗拒了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像慧冷 慧冷他原本 在红人的座下 他算是等于说 他完全觉悟了 何其自信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他等于他去见证到这个 他内在里头 对于生命宇宙实现 完全无惑了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 完全解脱的人 还不是 心灵上面的正量到了 但是他有没有他的习气 还是有他的习气 所以你看他后来 在猎人队里面 在修了将近15年 有没有 他才出来说法 这里是有道理的 等于说他能够在 觉悟之后 这在禅宗里头 其实就叫做 悟后其修 觉悟了之后 你用这种实相的力量 实相的智慧之力 这就是我们上上礼拜提到 慧力 智慧之力 在消融你的习气 所以他跟习气 已经没有对抗了 他就直接看 就直接断 直接看 直接消融 是这样 那你看呢 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这样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虽然说 比如像我以前 我以前也会比较直接 就强调用四年处的修法 直接下去 但是透过个人的生命经验 跟观察 我发现 这样子还是 就是不太完整 要对自己的这种 习气反应 做这种 比较全面性的 生命的这种回溯 去探索它 让你看到 你自觉性的看到 这个习气的幻影之身 那样你会怎么样 你就很清楚 一直在看 你就知道他在变什么 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 想要跟他纠缠 纵使 纵使你不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觉悟的人 你就会看出来 你会不再去 跟这个痛苦的习气之身 去做认同了 你知道这是一个 受伤的小小的心灵 这是一个 好像被附身一样的 一个受挫的习气之身 你会自觉性的 跟他怎么样 你不会再去认同他了 那不会去认同他的时候 你就比较好容易处理 因为他升级了 有没有 你变成你会知道说 这也不是压抑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不是压抑的 这是一种 自觉性的在疗愈他 有没有 你讲说 让这个看起来像 恶魔的这个习气之身 不再控制你的生命了 所以呢 带上这种自觉 好那 会比较 我们在讲第二阶段的 这种修法的时候 就会比较完整 什么就是试念处的修学 就是你刚提到 有没有 我们面对生命的各种境界 常常都要 又不喜欢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怎么这样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呢 你一个 如果你看 原本那种 对自己的习气反应 没有自觉的人 他会马上怎么样 对那种境界 他就咬下去 他就倒下来 他心火就点亮了 就收起来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觉察到 他当下 内在里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像说 那个人把小孩子 浸下去 同样的意思 因为他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那所以 要加上什么呢 知道自己有这种 习气的 幻影之身的 这种控制 所以你要加上什么样呢 觉察力 那觉察力 就是佛陀讲的 修学试念处 对自己的 身体的状态 包含你的行动 比如说你看 像我们在练习 就会变成说 走路的时候 知道自己 怎么样在走路 对 那静下来的时候 把心放在呼吸上面 吸气的时候 知道吸气 吐气的时候 知道吐气 随时觉察 自己整个设身 你这个整个 显空的整个的状态 这是身念处的 这种修学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怎么呢 对于自己的情绪反应 就是苦乐受 快乐的感受的时候 是如何 痛苦的感受的时候 是如何 不苦不乐受的时候 是怎么样 随时能够觉察 觉察自己的情绪 觉受的状态 这叫做受念处 以受 以这种苦乐受 作为你的所缘 那刚刚叫做生念处 对于你整个身体的状态 作为你的所缘 随时保持觉察 我先大略讲完 然后再做细部的说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自己的心情 心地的那种品质跟状态 比如说 现在是做组的感觉 心 你说心 或者说 现在是很散乱 或者现在充满称心 或者现在很快乐 很贪草 或者现在很释放 对人很慈悲喜舍 对自己的心地的品质 跟状态 觉察 这叫做心念处 这是第三种 对 第四种是怎么样呢 面对当下的境界的时候 你怎么样再看 这个叫做法念处 就是取角跟作意 诶 看这件事 刚讲有没有 你看这件事情 你看 你采取他不应该这个样子 你看这种取角 他就会带来对抗 你马上心会不高兴 你心里不高兴 情绪马上变成苦受 情绪变成苦受的时候 身体马上变燃烧 你会想要干什么事情 一连串就下来了 这就是法念处 你一个取角 他就会决定你当下的心地品质 你的苦乐受 你的整个身形 越冲动的状态 在这个意思 那这又更经纬 所以为什么说 到最后一定是那种 彻底觉悟的人 才有办法完全消融掉 人间式的苦难 因为心 你的等说你的取角 那这叫做法念处 好 那我们现在回来 我们先简单的这样讲 所以你看 最其实 最直接 最容易受用跟学习的 第一个要点是 你要对你这整个身体的状态 常常保持这种觉察力 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坐着 你有没有 会不会 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办法说 觉察到你自己身体的这种脉冲 比如说现在过的身体的这种状态 感觉会出来吗 比如说 闭闭 感觉得到 凉凉 感觉也对 现在可能脚有点麻 可能也感觉得到 对 然后肚子怎么样 感觉得到 对 你背酸不酸 有没有 然后腿怎么个样子 就是说 你随时 藉由你这个色身的任何一个部位 作为你的所缘 然后怎么样呢 慢慢扩大到怎么样呢 你随时能够 感觉整个辛苦的状态 常常去做这样的练习 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慢慢你的心就很容易回到这个身体的这种 我现在直接讲好了 他目前的这种震动的状态 你看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身体里面 你看他有心脏的波动 他本身就会带来那个脉冲 呼吸有没有 肺部的这种压缩 属于气的这个脉冲 然后觉得你胃在蠕动 肠子也在蠕动 他我们整个身体 其实他是一个怎么样 他是一个共振系统 有整个的所有的器官 所需要的那个功能 他所形成的这种共振 所以你看我们 如果心比较安静 然后常常在练习关呼吸 你就发现一下子 你就感觉到全身的这个脉冲 比如像这样 能够感觉手臂 手指有没有 麻麻的啦 有没有 然后整个 你就知道这整个的那个 身体的那个状态跟品质 那你常常 因为这是很明显又很记忆 你常常没事情呢 就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来 干什么 培养你对于当下的你的心 有没有 让它随时 你知道它在哪里 所以在修行流去很好玩的话 有没有 你的心在哪里 就是这个意思 随时你都要能够保持 知道你的心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说 我要让我的心在哪里 它就会在哪里 这是训练的过程 比如说 我现在在乱想 你看你常常 我们一般人在乱想 你看你回不来 那你如果有在练醒 就是我马上可以把变成 换一个所缘 变成觉察我身体的整个状态 那个乱想纷飞 它就断了 那你继续 吸气 借由呼吸 有没有 吸气进来 觉知全身的脉冲 吸气 然后再吐气 觉知全身脉冲的变化 有没有 再吸气 再觉知 吐气 再觉知 就等于说 你随时可以让你的心回家 那你看 我们现在讲了 你如果随时能够让你的心回家 就是说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有没有 那你就会怎么样呢 碰到境界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个动物 境界是什么状态 你的心就容易怎么样 觉知 你就变成随时 就会说 现在发生什么事 你就变成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怎么样 会临场 不是不在场的 你看我们说 那个把小孩浸在那里 那个动作是什么 他的心不在场 他的心缺席了 就是他的觉察力 有没有 丧失 野心 觉察力没在那边 所以变成整个是怎么样 他的内在的撑心火 烧起 然后推动他的行音 然后行音 再推动这个射身 有没有 做下去 野心 这个过程当中 野心不知道 浸下去了 才发觉出事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觉察力的缺席 就是心不在 没有在那个当下 所以随时 自觉性的 练习 回到你这个身体的状态 这是最容易的方法 这是佛陀教的 身念处的修法 那你常常这样 而且会带来一个 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你如果把 这个觉察力 跟这个观呼吸 在做配合的时候 那我们常常会 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 我们的心如果 很急躁 我们的呼吸 就会很短处 而出差 我们的身体呢 如果 很急躁的那个状态 我们的呼吸 也是很不平衡的 所以你能够 借由 随时回到 你的身体的状态来 然后再借由 吸气 吐气 怎么样 可以拉大 自己里面的 这个空 这个身体的 内在的这个空间 身体内在的 这个空间 拉大 心稳定下来 所以怎么样 你看你心的 回旋空间就出来了 那你常常 回到这个 身体的这个状态来 把这个 心的这种 临场感 就是觉察力 觉知 培育出来 所以慢慢就变成 怎么样呢 身体随时 有什么样的 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 就会觉察到 那看 我们碰到 不可意境的时候 要变成 那个 不 不太好听的 或者不太好看的 行为出去的时候 一定会怎么样 会带动身体的变化 那 因为我们常常 有在觉知 这个身体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对于当下 形成的这个身体的 可能的不恰当的 冲动呢 你看你的觉察力 会很高 所以这 虽然是最错的 因为他最后 就是这样出去 所以你会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就有办法停止 停止的意思 不是压抑他 是什么 保持觉知 觉知现在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 冲动的状态 燃烧的状态 保持觉知 就只是觉知 就只是觉知 那你会发现 一件事情 你一直保持 这种觉知的时候 到最后会怎么样 归于两蕾 这是经验 你们要自己去经验 我自己有那样的经验 你原本很生气 很称心很强 你就是觉知 你觉意就保持觉知 然后不被这个 不被这个称心 带动这个身体的 这个冲动 去做些什么事情 让它燃烧这样 他知道 你整个身体会凉下来 你甚至会有一种 很开心的感觉 变成转成一种 持心的喜悦 他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佛陀说 佛陀说 持心对自称心 那不是假的 但是他那个对质 不是用压抑 是用一种宽容跟觉知 一种包容跟觉知 然后你那个称心火 他就变成真的像 就会变成持心的水 然后会凉透你的全身 所以这里头有个要点 所以我们刚为什么 先讲那件事情 先去看到说 众生都在这种 人间世里头的苦难 不自觉的被磨索 每一个人都有 他一个习气的幻影之身 所以我们对自己 对他人 甚至对小狗 对小猫 你都看得出来 小猫小狗 动物更是这个样子 那更无意识的在反应 我们被那个习气之身 掌握的时候 就进入一种 无意识的状态 无意识就是怎么样 就是意识的缺席 就是觉知力的缺席 所以为了要超越 这样的这种 无意识的状态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 随时回到自己的身心的 身体的这种觉受上面来 那你自然而然 会对这个当下的心灵的状态 它就会有越来越高的 这种自主性 那你看 我们这样讲 但是你要去练习的 这是一个实际修行的方法 那你看你对自己身体的状态 跟觉受呢 越来越轻易的 能够保持这种 比较全面性 而怎么样 宽容的这种觉知 让心灵随时 对身体保持临在感 临常感 有没有 这是第一件事情 识念处里头的第一步 识念处 那所以就进一步怎么样呢 常常在出道境界 情绪在做反应的时候 苦乐受在升起的时候 因为你觉察力高了 你就会怎么样 很容易就知道 还没有变成身体的反应的时候 受属于心理上面的那种 觉受一升起的时候 你就能够觉知到 那觉知到就会像 在觉知身体一样 身体的状态 不论它是冷的热的 现在在燃烧的 或者现在束缚紧缩了 有没有 然后现在快抓狂了 的那个身心的那个状态 我们是觉知而不抗拒 它就自然会怎么样 它就会回到 所谓的正常的状态 那对于苦乐受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呢 那个习气就是因为你不自觉 所以碰到乐受的时候呢 也是无意识的状态 就粘住了 像吃天下的一样 就像在地要吃 那个乐受不见了呢 你就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若有所思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那苦受就慢慢 苦受就慢慢在滋生了 没有苦受没有乐受的 那种不苦不乐的感觉 你又是心里不知道 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一般人会随着他触到境界之后 升起的苦乐受转 没有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 他的心所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事实上已经随着苦受或者乐受 在流转了 他不知道 所以对于这个苦乐受的状态 就进一步怎么样 你能够随时变成一种保持觉察 对于苦乐受有临场感 有临在感 那一样原理一样 苦受的时候知道苦受 乐受的时候知道乐受 不苦不乐受的时候知道不苦不乐受 看到没有 没有抗拒也没有抓取 这是第二个层次 苦乐受的状态 那第三个层次就是 那个更加弱了 我现在的心 如果滑滑滑滑 我现在的心 好像在地上 很厉害 我的心 现在很坚定 还是我的心 现在很安慰 很虚无的 或者什么样都可以 或者很绝望 那都没关系 或者很散乱 综合在哪个地方呢 觉知跟不觉知的差别 你如果不觉知的人 他就变成我现在心情 他就会打下去 很绝望 他就越绝望越沮丧 他在乱 他在地地乱 他不知道 那所以你主要在哪个地方 你如果有觉知 觉知到自己当下的 这个心地的品质 跟状态 有没有 现在心情不好 有一种沮丧感 好 觉知这种沮丧感 觉知吸气 这种沮丧感 觉知吐气 你一样保持觉知 美国就是这个 你刚知道这个意思 不是去抗拒当下的境界 因为你抗拒当下的任何经验 都是在抗拒你的生命 那都是生命的撕裂 纵使是这种 心地的这种品质的状态 有没有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 你如果像忧郁症在 那个症状在跑出来 忧伤 我觉知这个忧伤 吸气 觉知这个忧伤 吐气 心灵怎么样 你的心灵是完全 接受这个忧伤的 完全接受 你没有抗拒他 有没有 就保持觉知 就保持觉知 这就对自己 心地状态的品质 有没有 心念处 保持觉知 让心在场 我们一般会卷进去 就是因为你心不在场 所以没有那个心灵的自主性 它就变成 当下境界的罗礼 它就这样来 这是第三个层次 所以你就知道 第四个层次难了 看到自己的当下 面对这个事情 你是怎么样在思考的 你是怎么样在想 在取缴的 在阿罕经典里面 叫做意念 意念 意念即 则法即 意念 意念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意想分别 意念 其实就是作意 意想分别 那其实就是取甲 这个意想分别 就是佛法里头的 专有名词叫做什么 其实就叫做戏论 戏论 什么意思呢 用他空来看事情 等于说用我们 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种无名的思考 那种思想观念 在看事情 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 你看 会受苦 会对抗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是属于 用这种 世间思维的 对抗的 比如说我们刚讲说 你看 如果不是一个觉悟者 或者说 没有被提醒 我们会对境界 采取说 不敢的境界 我身心爱自己对抗 有没有 你看 你自然而然 就会不自觉的 对一个不合一的境界 取一个怎么样 对抗的角度 不接受他 所以你看 心就不舒服 心本身就撑心起 痛苦的觉受生起 身体会被燃烧 来自于哪里 你看 来自于你的坐意 取脚 这叫做法 这个叫做法 意念起 则法 记得意念 就是这个 知道吗 所以你看 你一定要这样 对于 等于说在修学的历程 那个觉察力的培育 有没有 一定是常常 对自己整个身体的状态 你能够觉察 然后才有办法 进一步到说 所以对于 觉受的状态 他在他的苦乐兽 很快速升起的时候 你能够心就觉知大 然后在进一步 你才会看到说 这个苦乐兽的升起 跟自己背后的 心地的状态跟品质 有没有 他息息相关 所以你就看到 那个心地状态跟品质 那你就才有办法看到说 之所以会产生 这个心地的状态跟品质 跟什么有关系 你看 跟我们的意识形态 有没有 观念取角有关系 所以又能够进到 这个第四个层次 观念 取角 作意 去觉察他 这样就这个意思 看 教姐妹 在实修的次序上面 他是这样在走 但是 在观念思想的建立 要从法建立起 所以佛陀说什么 要建立证件 你有证件了 才修行上面 能不能得利 没有证件修行 没有办法得利 比如说你看 你如果老是 比如说 像世间人这样 不自觉地 对自己的生命 在不可意境的时候 就容易怎么样 对抗是当然的 燃烧是当然的 有没有 这样你就 死产了 这就是没有证件 那你如果建立证件 说任何的生命经验 就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在抗拒 任何生命经验的时候 等于在抗拒 我们的生命 等于在分裂 你的生命一样 你看这就叫做证件 那所以呢 面对到生命的 这些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有一种 高度的怎么样 自觉出来 有没有 所以呢 觉知他而不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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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原本那个习气的幻影之魔 他就怎么样 逐次逐次 一某东西 你看他就会 他的根被拔除了 他就会枯萎掉 他就没有那个力道 这个就叫做 误后其修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个 最后的阶段 这个法念处的问题 取讲 就是思想观念 为什么我们对人间事 有没有 不自觉的 你看 好 坏 善 恶 有没有 合一 不合一 那都又以这种 脑袋的 思想观念 作为 取角 的基础的来源 但是呢 从来没有去反省 这样的取角 到底基础是什么 它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 比如说我刚讲 最简单的例子 你认为这个合一的 所以你就去抓 你认为这个不合一的 所以你就去抗拒 然后你认为理所当然 谁告诉你的 有没有 但是你看 我们的脑袋里头 就会认为说 这生性的 阿杰跟你说生性的 有没有 但是你这种反应方式 是被我们的思想习惯 给怎么样 给正诚的 给完全合理化的 比如说你看 那再来 我们班人会说 碰到一件好事情 有没有 我们高兴 比如善的事情 我们去认同他 那对恶的事情 我们人间事里头 认为恶的事情 我们就排斥他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谁告诉你的 你看到吗 这个叫取角 我们都不自觉的 思想观念上面 都是恶元对立的 所以他本身 就是分割的状态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 他本身 他的运作 在人间事里头 就是属于恶元对立的方式 在运作的 黑的暗的 黑的白 日子 暗时 有没有 善恶 是非 没丑 好坏 合一 不合一 有没有 这都在一个恶元对立当中 让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自觉的把它给分裂了 我意思就是说 分别本身 是一个生活行动上面的 有用的工具跟做法 像说 塞车 大家都靠倒边 都走倒边 有没有 然后这样大家比较有资讯 所以它是一个工具性的角度而已 有它的功能性 但是 你如果 你看你的心 如果都在这种恶元对立当中 这样看到什么 你就是有这下 看到没有 我们都是这样在疯狂的 那就是分裂了 这就叫做分裂 所以你如果从基督教来看的时候 谁是第一个疯狂的人 亚当 他就开始说 那是什么 然后他就这个要这个 要这个 要这个 不要那个 有没有 这就是恶元对立的思考 所以人类的始祖 从宗教来看 就是一个疯子 他疯的理由是什么 你看看 他跟这整个的 实际的存在的实相 采取一种分裂跟对立的心态 这个很深的 就是在这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到时候你看 他们说看到自己没穿衣服 就赶快拿书业来遮 那个是什么 你看 那个就是一种 没有办法接受实相的一种 象征性的说明 实相就是实相 不然你是在乒乡 在这个意思吗 他在他的心里头 认为接受实相是羞耻的 所以他在遮掩实相 有没有 这样感觉 所有生命里头的痛苦烦恼 都来自于我们的心灵 不自觉的在抗拒这个实相 知道吗 这个就是佛法里头讲的 无名 有没有 这就是无名 这就是没有真正活在自信 法性里面 所以你看 都在就会对立了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我之间的对立 好坏之间的对立 成败之间的对立 黑夜跟白天的对立 都是对立 那你的心都在这边做选择 都在这边做选择 那所以因为你不自觉的 都常常在二元对立的 这个架构底下在做选择 所以你怎么样 心当然不会平衡 你的心当然常常会分裂 常常会受苦 所以你看在佛朵的教法 就是怎么样 所以随时对于发生的 生命的这些现象怎么样 保持高度的觉知 叫做随观 它怎么样 你看它都是无常生命的 都在发生 然后怎么样 我们的心没有主观的投射 所以没有贪 没有撑 没有吃 保持对于当下的情境 人事物的发生的现象 保持觉知 然后怎么样 不投射欲望 不投射欲贪 心平衡 心在一个舍离的状态 舍离不是一种冷漠 其实就是刚讲的意思 觉知就只是觉知 事情在发生 现象在发生 合一的也好 不合一的也好 善的也好 不善的也好 我们觉知 可以去善待 对吧 人间事里头当然要好好处理 但是不是去投入自己的主观的价值 好恶跟判断 因为你投入自己的主观的价值 好恶跟判断 你就变成对方 所以喜气的力量就起来了 结果被怎么样 又被附身了 结果被附身了 就这样来 在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所以事实上 如果说 在人间事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跟行识的过程当中 心灵上面 没有达到 这种究竟的这种领悟 我们说那种觉悟 很难究竟离苦 就是这个样子 知道吗 就是这样 因为呢 你会一直 一直用一个我的角度 一种我的感觉 在对待这个世界 所以问题就出来 一定是怎么 一定是你跟这个世界 是对立的 因为你以为有一个你 你是你 世界是世界 然后我们通常都这样 有没有 画一条线 身体这个范围里面的是 我外面的就是世界了 然后跟他一直 都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 所以心 你看我们的心 本身当没有办法去突破 这种二元对立的 这种无名的 这种思考 形式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苦源 看到吗 苦就会这样聚集 苦就是因为 这个无名的二元对立 他就会聚集 所以佛祖说苦集 那个苦集来自于哪里呢 无名跟玉坛 所以你看到 那个无名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生命的分裂 那个无名就是生命的分裂 就是你在那个当下里头 没有去看到 就心呢 不是在一个 那个我们说 自信法性的整体里面 就是变成那样 当下 我们的心变成 是在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 思考的状态 而不是怎么样 而不是在一个 真理实相里面 就这个意思吗 这样体会得出来吗 我们第一次就有跟大家讲 2500年前 原本西达多 就是因为这样在受苦 他以为我是我 有没有 我不要生老病死 那我不要生老病死 那时候他们的那个 那个修行方法怎么样 有两种 有没有 一种说那靠修禅定 有没有 我不要生老病死 所以怎么我躲入禅定里面 但是禅定出来之后 还是忧伤 有没有 还是忧愁 有没有 看到没有 自我跟生命实相是对立的 纵使你借由禅定力 来暂时性的隔离 这个生命的实相 但是他还是苦 因为那里是怎么样 生命是对立的 是分裂的 有没有 好了 那他知道修禅定不行 那怎么样 那修苦行 看到没有 还是对立 我折磨这个身体 用我的意志来折磨这个身体 折磨到已经剩下一洗上存了 结果还是怎么样 还是苦 看到没有 还是对立 西达多那时候 还是在跟生命对立 所以他还是苦 没有办法解脱 到最后他就发现说 那时候的主流的这两大教法 那些修行很会餐厅的人 跟很会苦行的人 都被称为圣人 都被称为解脱者 那西达多就都去实验 发现都不是 没有办法达到究竟解脱 后来他到菩提树下 他就不玩这种事情 他怎么样 其实那时候的西达多就跟你 跟你太忧伤了 他很忧郁了 甚至比你更惨 他绝望了 其实他真的绝望了 所以他才会这样讲 如果我这边再做下去 没有办法解脱这个苦难的话 我宁愿死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 他的自我意志放弃了 他放弃了那个自我的干预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就很自然的 那我保持对于当下的这种觉知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让心进到一个完全平衡的状态 然后他怎么样呢 在这样心完全没有任何假设 没有任何阴影 没有任何抗拒的状态里头 他开始怎么样 静静的很深的观察 生命的现象 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 那老病死的现象 从哪里来 因为他不会有老病死 那不是你抗拒就没有 你要找到他的原因 他发现老病死是来自于生命现象 然后他说 那这个生命现象从哪里来 生命现象来自于内运着一种 有序的一种冲力 一种冲动 有序 有 那他就看说 那这个有序 要继续下去的这股冲力 从哪里来呢 他看到这股冲力里面 孕育着一种强烈的词曲 先讲到这边 你看到一件事情 他没有在抗拒 他只在看清楚 有没有 老病死是老病死 那老病死源于什么呢 源于生 那生是什么呢 生就是生 那生源于什么呢 生源于曲 源于有 有没有 那这个有序的冲动 就是有序的冲动 那他怎么来的呢 源于怎么样 内在墙内的直曲 那再看 那这个墙内的直曲怎么来 先看清楚 他没有抗拒 有没有 先跨前生 不是说我不要这个直曲 没有 那这个墙内的直曲 来自于那种贪爱 那这个贪爱从哪里来呢 来自于曾经有过的绝寿 那这个绝寿从哪里来呢 来自于绝处 处 那这个处 从哪里来呢 来自于有这个六根 那这个六根从哪里来呢 六根一定在一个 身心状态底下 来自于一个身心 那这个身心从哪里来 来自一种夜市的这种推动 那这个夜市的这个行 这个冲力从哪里来呢 来自于后面的这种行能量 那为什么会有这股行音呢 他看到 因缘与无名 所以只要对于这股生命能量 你不如实之 采取抗拒的也好 采取抓取的也好 你只要以为它是你的时候 你看你以为有我 看到没有 就会对这股能量 产生直曲或者抗拒 那你一有这种执取抗拒 你看你就会投射 所以那个行音就会出去 所以就会继续有种种的生死流转 活着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 活着的时候触到境界 就变成不是从境界在处理事情 是从什么 我的意志 所以就变成要境界来配合我们 所以就变成叫做无名处 他觉悟了 所以不是去抗拒生命当中的任何事情 而是生命的现象本身就只是这样的现象 它是缘起的 它是无常的 它是这个法界的能量的剧流 它就是这样在流动 那你如果不如实之 这个法界的能量的流动的这种本质 以自我意识想去干预它 想要去控制它 然后想要在境界当中 要这个不要这个的时候 就怎么样 当事受苦 然后继续会在生死的苦难当中 起伏轮回 那希达多就是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原本的那种忧郁症 那种绝望沮丧的感觉 完全消失了 因为他看到什么 那些都来自于一个自我的幻象 活在那个自我的幻象里面 所以才会有这些苦 那心灵里头 他的心灵里头 你看他完全对这个生命的实相敞开 生命就只是生命 没有其他 想清楚 比如说你看 我们可以试一下 你看 你现在回到你的整个的这个 当下的这个身体的状态 生命不就这样而已吗 觉知 有没有 加上这个 看 加上这个 目前加上这就是 那个世间的说法 等于说 你的觉知 加上这股能量的脉冲 这就是整个生命的能量 看到没有 所以生命是一股带着觉性的能量 这个叫做自信 这个也叫做法性 希达多就是发现这件事情 但是你如果以为 你如果以为说 这个带着觉性的 这股宇宙性的这种能量 它是什么 它是我的 那就是 你看你就进入无名里面 看到没有 所以你就想 我要它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然后带着这个无名 所以你就乱想 响音就出来了 然后那做到境界 你看你就会简责了 我爱这个 我爱这个 你看你就没有办法 从实相的角度 去看待众生的生命的变化 你就没有办法 从生命的角度 看待生命了 你就变成带着我 跟世界 它是对立的 然后又在这种对立当中 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解脱 就会进入西达多的那个魔咒 我是没有办法解脱的 我一定没有办法解脱 我没有那开团 我是一个幻象 你活在自我感里面 怎么可能解脱 但是我们一般人 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要解脱 所以拼命修学 拼命修学 都修到哪个时候呢 修到像西达多那样 把这个自我放下 他就会觉悟 这就是奥秘 这就是修行的奥秘 用一个我去修 修到最后看到那个我 原来是幻象 所以呢 消失了 那个自我消失了 你就觉悟了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就变成 把生命就还给生命了 原来生命就 是这一股带着决性的能量 他这样无始无终的在流动 他在流动又是无始无终 能体会吗 你看你现在这股 这个脉冲 这个能量 那你心对当下 这样的状态的这种 临在的这种觉察 我们说那种绝杂 观照 你看在当下 有任何痛苦烦恼吗 你看在这个当下里头 有过去吗 有未来吗 你看他就只是完整的现在 感觉出来吗 你们要去体会 他就只是这样 实际他就只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么完整 从来没有缺隙 没有没破坑 没有缝隙 没有缝隙 就只是 就只是这样 他就这样 他就是当下 他就是你没有办法 用语言去说明的当下 但是你看 你的心如果不在了 你的心如果不在了 你会变成什么 在你的乱想 在你的感受 在你的爱恨 情仇 悠悲苦恼里面 在你对过去的 懊悔里面 在你对未来的幻想里面 你看 这样脱会出来 那就变成 心马上被抛入一个 没有办法终止的 混乱的生命的境界里面 那所以会都会一直 在境界当中不断受苦 那你如果有领悟到 就怎么样呢 所以为什么要知道 心在哪里 那你领悟到 你会发现你进来 你回来当下 回到当下 你的心马上就在当下 那你以当下的心 以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去回应当下的那个境界 你看你的心是自由的 那个习气的幻影之魔 没有办法起作用 这样能体会吗 所以这就是叫做 悟后起修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再带上后面这边 就是在整个西方的那种 比较属于这个 心理学的传统上面 就是要走到后面这一步 才有办法真正疗愈 人间式的苦难 那其实 从这头我们又可以看出去 如果在这个人类的文明当中 他就像在个人的生命史上面 你看那种文明就像 我们从无知到大一样 有没有 好像懂得比较多 就叫做文明 文明未必成熟 你有没有看到 就像我们长大未必是成熟 老了也未必是成熟 有没有 你看有的年纪很大了 但是越老越欢 有这种的 大多数其实是这种的 为什么 没有自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智慧没有被开启 那你没有被开启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生命本身的 那个习气的力量 有没有 对你的心灵 跟生命的控制 是越强的 你对它越没法力 所以为什么 未必会越老越有智慧 就这样来着 所以在这个人间事里头 你看 老来而有智慧的很少 当他老来而有智慧的 都会变成人类的先知 你看到没有 你看孔老夫子到老了 变得有智慧 还有我们的老先生老子 有没有 120岁 那你看我们 释迦摩女181岁 还是有智慧 到81岁 那老子是120岁 有的时候160岁 活到老而能够一样保持那种明觉 那么干净 那么清净 那个智慧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在意念佛陀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提醒那个 当他觉悟之后呢 到他临终的最后一个呼吸 他完全都能够保持在这种正念明觉当中 这是一个觉悟者才有办法 正念 那种持续无间断的那种正念 有时候我们读阿含经的时候 会看得都很感动 有时候有几篇经文 佛陀防昏的时候 那下下雨 已经在下着小雨了 那他就还在那边 在外面静静的精行 静静的精行 已经成佛了 然后带了那么多弟子的 年纪也很大了 然后在下雨 他还是在那边 在外面静静 然后常常呢 那个没事情了 退下来呢 就寂静的观呼吸 等于说他的那个修行 那持续限 你有没有 他是那么的绵密 然后那么的用功 其实是这个样子 纵使已经是一个成佛的人 你们说像我们这种 爱的就好 不要来 我们那个到房间里面 坐一坐就好了 有没有 他不是耶 他到外面去精行 他 那回来 所以你看 生命的老化 不代表生命的成熟 有没有 人类 不管他是两千年的文明 或者是五千年的文明 不代表这样就成熟了 很会制造杀人武器 不是成熟的象征 看到没有 我们听说他们现在估算 上一世纪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 可能还乱保守的 因缘与战争 二十世纪 人杀人 杀掉一亿的人 那怎么会是成熟呢 成熟的文明不是这样 有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就像我们一样 一个是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 会是老是被习气给控制吗 会老是陷入忧悲脑骨当中吗 会老是陷入那种疯狂的状态吗 看到没有 不是嘛 所以 不成熟并不可悲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是一个生命学习的旅程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它很典型 你知道二十世纪有个大文好 叫托尔斯泰 你看托尔斯泰在他那个 写的那么多那个有名的那个 那个那个长河小说 比如说战争与和平 有没有 他本身又是一个大庄园的庄园组 但是当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性的知名作家 功成名就的时候 结果他怎么样 他患忧郁症 他身上常常拿一把短枪 常常拿着枪指着自己的 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他常常想要自杀 为什么会这样 这又另一种类型 他觉得他生命没有意义 知道吗 功成名就 或者说你看他的作品都 但他对他来讲 这个时候他的内心还是空虚 他的生命没有意义 后来他就是为了找寻这个生命的意义 所以他什么 他读圣经 他后来他 我认为他最有成就的一部书是福音书 他透过进入了 那个那个 等说那个圣灵的世界里头 解救了他的这种 忧郁的这种状 这种自杀的倾向 所以从这里看到什么呢 生命里头的困恶 他常常不是一种灾难 他常常是在呼唤 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格局 做一种自觉性的释放跟扩大 因为我们要更成熟 任何人类的历史上面 都是走这样的路 那些伟大的人物 所谓的伟大的人物都走这样的路 孔子是这样 孟子是这样 文天祥是这样 都是这个样子 佛陀更清楚 他差点忧郁症绝望自杀 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刚讲托尔斯泰 那人类历史上面 现代心理学之父 美国心理学之父 William James 他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他就是因为不断的观察自己的 为了要处理自己的忧郁症 所以深入自己的内在的心灵世界 然后发展出现代的心理学 对 他就是这个样子 哥德原本在那个40岁之前 他也是忧郁症 他常常在想 因为他能力很好 我要当一个政治家 还是当一个小说家 还是当一个私人 他撕裂 摆不平 但是他后来 他选择了他私人的行业 他这样成就的 贝多芬 也曾经差点因为他的耳聋 有没有 崩溃 但他后来战胜了他那个耳聋 你看他倾听那个无声之声 有部电影非常好 那叫快乐送 最棒的一幕是 他跟那个女主角讲 有没有 他常常到后山那边去 他耳聋了 他都在那边倾听 那个流水的声音 小鸟的声音 今天什么意思呢 听无声之声 最后来他最伟大的作品 就在他耳聋之后成功的 像这个意思吗 所以生命里头的种种苦难 其实他都是一种讯息 那种讯息就是在召唤着 这个个体 有没有 他的生命做更大的释放跟超越 其实是这样 那这也是 我们在看待人类文明里头 为什么说常常 我虽然说看到人类文明 这么不成熟 有没有 但是我都会讲一句话 就跟那儿子一样 要在乌 还在学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要因为说 自己的生命里头 有这些创伤 或者说有这些 那个辛苦的 这些苦难的经验 然后觉得好像 我们自己就怎么样子 没有怎么个样子 反而是 如果你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被那一个过去以来的 习气的幻影之魔控制住 他就是要你这个样子 他就是要你自产行税 他就是要你觉得 我没努力了 我没努力了 这就是优异症的现象 沮丧绝望 那就是另外一种暴怒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愤怒的形态的展现 愤怒的形态展现在 对外面的攻击 一种是对里面 对自身本身的否定 那所以看得出来吗 这些都是不自觉的 对于生命本身的一种分裂 那都是种对生命的抗拒 这个就叫做根本无名 所以我们等于说 那现在我们进入总结 所以处理 有没有 现在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说 同学能够去接受 自己本身的 这个幻影一样的 这个习气之身 这个常常让我们痛苦的 这个痛苦之身 但是不是让自己 那个躺在那边 觉知他不抗拒 觉知他 他就会自然会消融 你就是带着觉知 但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这种众深度 会怎么样 会比较快 比较自觉 因为我以前 我比较修佛法的时候 我觉得用识念处就够了 但是你没有这种自觉 他常常在起来 有时候你会觉得 也是莫名其妙 所以你要去看 他这个习气幻影之身 有他的幻影的生命史 他这个谋昧的 鬼灭过程的历史 你要去看他 那慢慢的 你不再给他吃了 他就自己会走人 他就自己会消失掉 然后呢 所以随时都能够 自觉性的 以这种思念处 让心灵保持 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 全然的这种觉察 然后对生命不再抗拒 然后你就会透露那一点 你就会透露说 原来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叫做生命 生命没有其他 那当你对所有发生的 这些事情都保持一种觉知 而没有抗拒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觉悟者的心灵 有没有 你就会很全然的 很自然的对人间的苦难里头 你会带着一种 同情性的理解有没有 就好像你在理解 你的幻影之身一样 你会慈悲以对 有没有 所以你也会对世间的苦难 怎么样 自觉性的慈悲以对 就没有那种 你看到没有 没有那种 我跟世界的那个对立 那个无名的习气升起的时候 你随时就能够自觉 所以就变成进入一种 悟后起修的一种生命的增上 是这样的过程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那没有就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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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